上标志3 中国潜射导弹如何传破美国防御网 军情急报 重点关注 欢迎进入军情急报 二次核打击能力 堪称是五角大楼对中国军事力量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近年美国公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当中 必然提及094型晋级战略核潜艇和巨浪2 潜射洲际导弹的研制列装进展 去年年底 美国曾经预测中国战略核潜艇 将于今年首次进行代弹巡航 美国华盛顿邮报9号称 美国军方终于首次证实了该消息 并且鼓吹这样的战略核潜艇巡航 将使中国真正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 那么与此同时 美国在近日同一天内进行三种反导系统制射 那么对美国官员已经再度确认 中国已进行战略核潜艇巡航的事实 以及中美实际核力量的差距 美国聚精会神地盯着中国的核潜艇 又有哪些意图 今天军情情报我们来重点关注 黄盛顿市报称 美国战略司令部和国防情报局相继证实 中国首次出动核导弹潜艇进行海上巡逻 这将赋予北京新的战略核打击能力 但美国情报核战略核部队官员还不确定 中国四艘晋级战略核潜艇巡航时 是否携带装有核弹头的巨浪2导弹 美国国防情报局和战略司令部负责的本周说 国防情报局稍早做出了关于中国将于今年内 开展核导弹潜艇巡航的屁股并未改变 美国战略司令部斯利·黑尼上将成 他并不期待中国会正式宣布进行第一次战略导弹核潜艇巡航 跟其他与中国核力量相关的话题一样 核潜艇的能力仍然是军事秘密 黑尼表示中国今年已经派这些潜艇出海 必须对此加以关注 我不可能认为那些潜艇出海却并没有进行巡航 美国战略司令部的高层认为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将去了二导弹 作为战略威慑巡航的一部分 今年4月 美国北防司令部司令威廉·戈特尼海军上将表示 中国海军已经部署三艘战略核潜艇 即使他们位于中国领海 也能打击部分美国领党 如果中国潜艇向东航行 那就能够达到更多的美国本土 关于中国将进行战略核潜艇战备巡航的消息 在五角大楼已经成为狼来了式的警告 美国军方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认为 晋级战略核潜艇携带的巨浪2导弹射程 估计可以达到7400公里 赋予中国海军可靠的海极核威慑能力 那么对于中国核潜艇的动向 美国军方不仅在态势评估上是用心揣摩 在军事应对的手段上同样是大费周章 那么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国最新研发的海基 以及陆军标准三反导系统 它被认为是中国前射弹道导弹面临的主要威胁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 以及美国导弹防御局官方网站等等的报道 就在中国战略核潜艇进行战备巡航的同一天 美国军方分别在不同的地点试射三种反导系统 其中就有标准三拦截弹 美国导弹防御局官方网站12月10号公布 当天美国在下位以考爱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 进行了一次中断反导实验 这次试验中发射的反导拦截弹为标准三Block-1B导弹 这是该导弹在陆极宙斯顿系统控制下首次拦截试射 试验中作为目标的是美国空军一架C17运输机发射的空射把弹 在导弹发射后 ANTPY-2前沿基地雷达发现并跟踪目标 最后由ANSPY-1雷达后续跟踪 并指挥发射标准三Block-1B导弹 拦截弹的动能杀伤器成功捕获目标 再入飞行期并进入其航线 最后通过直接撞击的方式将目标击毁 同日导弹防御局官网公布 12月10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研制的 舰三反导拦截弹 在以色列试验场进行了试搜 在这次试验中 把弹被雷达成功追踪 最后通过战斗管制控制系统分析并跟踪目标 并制定了拦截计划 最后舰三导弹成功升空拦截 歼三拦截弹成功按计划航线 拦截了在大气层外低轨道上空飞行的目标 分析显示 这次任务目标均已完成 当天美国陆军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试验场 进行了爱国者PAC-3MS-1导弹 拦截战术弹的导弹的试验 这次试验中发射的爱国者PAC-3MS-1导弹 使爱国者导弹的新改进行 据报道 这是年底前美国陆军计划的三次爱国者PAC-3MS-1导弹 验证试验中的最后一次 前两次分别在11月12日和11月19日进行 洛克希德公司宣布 12月10日进行的试验中 美国陆军发射了两枚爱国者PAC-3MS-1导弹 其中的第一枚准确击击中目标 洛马公司负责PAC-3项目的副总 财斯科特·阿诺特说 随着信任和射程的提升 我们预计新型导弹将会在未来全球范围内 扮演对可先进导弹威胁的关键性抉择 按照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 携带巨浪2导弹的舰激核潜艇 一旦潜出西太平洋 很有可能把夏威夷纳入到攻击范围 那么如果从太平洋中部发射导弹的话 将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 那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核潜艇战备巡航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核潜艇巡航对于美国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战略影响呢 我们来联系专家李丽女士听她的分析 我们本身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 特别是新一代的 我们本身要停号在港口 包括相关在基地附近 行例行的训练的时候 那么美国呢 我相信它通过它通常的侦察手段 它能够获取到你停号的码头位置 包括拍下照片 包括来挺队 你整个有几艘包括相关的规模 但是呢一旦我们潜出以后 下潜 下潜以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它一般自持练的时间都很长的 就是只要挺员自身的这种生理的 这种极限它能够耐受 那么通常起来它是不需要上纸的 所以一次呢我们出去 一般来讲一个月两个月 这都是常态 所以它最危险的一点 就是我一旦下潜以后 你就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 想探测到对方的潜水位置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最大的威胁 就是如果我们一旦下潜 按照它现在这个基本的判断 我们只要潜出到第一找链头的位置 那么你用目前装备的这个巨号 完全可以打到下面一点 是潜出到更远的地方 相当于美国目前 它实际上所有的阿西海 全部都在这个巨大范围的位置 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大的展望 比如说我们要真正能够全球滑水 那么你东南是不能站在里面 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 就是潜在的这个威胁效果是巨大的 而对方根本不能判断这个位置 而你随时就是在你准备好以后 你从海面只需要抬升到一定高度 离水面大约就30度高度 然后就可以发射战斗 所以这种攻击方式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包括将来 它对于大度来说它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美国军方认为考虑到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的能力 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没有必要 对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实施不间断地跟踪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算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能够生存下来 其发射的巨烂2导弹很容易遭到在攻海上 留意的美国宙斯盾舰拦截摧毁 因此中国的海基和报复力量仍然是脆弱的 那么事实真的如美国军方所设想的如此简单吗 当前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只能在中国的沿海水域巡逻 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点被认为是 渤海 黄海和南海 标准三拦截导弹可以从前沿部署的宙斯盾舰上发射 可以依靠反潜 平弹 引导 并部署在靠近弹道导弹核潜艇巡逻的区域 对于从中国内陆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第一代的标准三Block-2A系统 并不具备在其上升阶段实施拦截的能力 但是高级版的标准三Block-2A型 能够对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 结合陆基拦截导弹 理论上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 和从沿海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 构建一套多层次的导弹防御系统 这样的一套系统将包括部署在中国沿海附近的标准三型导弹 部署在阿拉斯加和加尼弗尼亚的陆基拦截导弹 以及部署在美国海岸之外的标准三型导弹 中国新一代潜射弹道导弹巨浪2型导弹 将部署在近级核潜艇上 巨浪2型的首次试射发生在2002年8月之前 美军评估认为该型导弹将在2009年到2010年间 达成初始作战能力 但最新一次的评估表明 巨浪2的射程为8000公里左右 如果中国要发起核打击 潜艇部署在中国近海就能达到阿拉斯加 如果潜艇巡航到日本南部海区 就能打击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潜艇若到夏威夷以西海域 能打击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和美洲大陆的西部 潜艇巡航到夏威夷以东海域 就能达到美国全部50克州 虽然这已经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 关注中国核潜艇的相关问题 美国应该很清楚 中国的核力量只不过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 而此时拿中国核潜艇来说事 不免有炒作的嫌疑 总而言之如果未来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在公海巡逻时足够的安静 则美国目前的导弹防御体系 就无法拦截从美国南部发射的前射弹道导弹 但是美国正在发展 舰载 移动 可重新定位 其规模适当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 因此中国在公海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将不得不面对这种新的威胁 中美与中国海基核力量相关的战略竞争 可从两个阶段展开 首先中国在其近海水域部署弹道导弹核潜艇 美国部署多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能够拦截从近海水域发射的导弹 第二 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进入公海 这会迫使美国部署能够应对 任何方向威胁的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对于中国来说 为了维持可靠的海基核威慑 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必须足够安静 避开美国的反潜兵力 其潜射弹道导弹要进行射击 能够以较高的概率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目前处于第一阶段 据于美国军方评估 中国的竞争潜艇造型较大 计算表明 即使在潜水区 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生存能力也不是很强 中国因此努力改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进行性能 不过即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 中国海基核威慑的可靠型可能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正在联合发展 标准3Block-2A型导弹 打算于2018年部署 该型导弹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拦截从中国沿海发射 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射弹道导弹 目前美国正在研发下一代舰载导弹防御系统 计划部署性能更为先进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雷达 由空间跟踪与监测卫星系统 标准三型拦截导弹或其升级信号作为补充 因此以这些舰载和天机资产为基础 美国将能够打造全球性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不过中国可以提高巨浪二型的导弹射程 使其从中国近海水域发射时 能够到达美国大陆 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努力降低其弹道导弹核潜艇 造影水平 使它们能够在未来进入空海 从美国的南部发射潜射弹道导弹 从而避开美国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 与此同时 中国将在图防辅助手段方面 投入额外努力 提高图防概率 因此目前中美这场技术竞赛的前景 仍不明朗清晰 潜射弹道导弹 尽管是中国三位一体核战略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的陆基机动发射系统 才是真正的战略核心 当然了 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 中国战略核潜艇总体上是弱于美国 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美国高大上的拦截体系 目前仍然不靠谱 也是一个事实 因此中美战略平衡 仍在发展变动当中 对美国来说 最新交的问题 不是中国与美国可能展开的 相互进海威慑 如果美国在日本和菲律宾 部署的反潜力量 无法有效地跟踪中国的核潜艇的话 那么一旦中美发生冲突 美军在第二岛链的前进支持基地 关岛 将成为中国核潜艇 长舰10巡航导弹的首轮打击目标 这比美国渲染的中国轰6K空炸机 远程打击关岛的计划 要务实有效地多